肺是最焦嫩的器官 为什么中医会这样认为呢 这个肺是焦嫩的器官 在古人就 就是在很早期的人就已经讲 肺为焦脏或者肺为嫩脏 为什么叫做嫩脏 为什么叫做焦脏 因为它是身体里面是最高的器官 我们这个身体里头 像五脏来讲 肺在最上面 然后心再下来皮 再下来肝再下来生 那这个肺是在身体里面的 最高的地方 而且它就是直接跟空气 就是跟外界交通 第一道防线 所以古时候有人讲这样 天以五气四人入鼻 就是天以五行之气 木火土金水 五行之气四人入鼻 先进入鼻子 然后从鼻子 然后由鼻入肺 然后采取疏部到全身各处 这个就跟我们现代的生理学 讲的是几乎就是一个样子 因此可以想见古时候的医生 就已经是 可以说医学已经是非常发达的了 不免要替观众朋友问一下 哪些穴位是可以保健我们的肺的呢 其实是很多 我们的这个这个经络 每个经络都有 井银输筋和这五个穴 这称之为五疏穴 这五疏穴又叫做五行穴 它是跟五行有关的 例如肝心脾肺肾 它的五疏穴呢 从井开始算起 就是木火土金水 那么肺呢是属金的 那么肺属金 那木火土 土能够补 就是土 土是生金的 所以呢 就补母 就等于说是补 就是补这一个金落 所以我们来看 井银输 这个输穴呢 就是太原穴 所以太原穴是土穴 土能够补金 土能够生金 所以呢 你只要假如说 你想要补肺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太原穴 这个地方来按一按 就能够补肺了 这是平时的时候 要把这个肺补养成比较好 你可以常常按一按 这个太原穴 好 来再来 木火土金水 水呢是金的子 蟹子就可以蟹那一个金落 所以呢 你可以治疗什么 是木火土金水的水穴 水穴是在哪里呢 井银输金和 何是这个齿则穴 所以假如说你的这个肺 现在有肺热 或者是咳嗽 咳得非常厉害 这叫肺食 或者是甚至于喘 喘的时候也是含食之喘 那你怎么办呢 先卸这个肺 卸肺呢 你可以在这个齿则这个穴道呢 按一按 齿则怎么找呢 就是当你的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 在走横纹大拇指这条线上 你就这样子掐按它一下 你试试看 那个咳嗽就很快地停下来了 这样的就是 可能观众朋友也很关心 就是平常有没有什么样的食材啊 食物啊 是可以帮助我们保养我们的肺 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强健一点 白米跟肺就有关系 而且白米呢 大部分的丘收 因此呢 这个肺就是跟这个白米就有关系 你把白米啊 好好煮个浓浓的白米汤来喝 对这个肺都有帮助 米汤有最大的帮助 就是生经止渴 能够帮助这个精益增多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容易咳嗽 而且米汤呢 它又润这个肺 所以呢 又把肺给润了 因此不容易得感冒等等 这个叫做性仁 是 性仁啊 现代的医学啊 就是说它有毒 它里面含有那个氢毒 氢毒是很可怕的 氢毒是这个 叫一点点都可以把人 就是致命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真的含有一点点氢毒 那么以现代的医学讲的话 氢毒呢 又可以一直呼吸中枢 以及细胞里的呼吸酵素 它可以抑制它 以至于让它不要强力呼吸 所以呢 现在的医学就说 性仁是用来止咳 就是利用它的这个性仁素 或者叫氢毒来压制人咳嗽 可是古人呢 认为这个性仁 它假如说跟贝母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化痰 把那个痰给化出来 再来呢就是这个百合莲子汤 或者叫百合银耳汤 是 这个百合 这叫百合 百合莲子 这两个你看都是白色的 对 银耳又是白色的 银耳又叫做白木耳 是 银耳呢 它又含很多的胶质东西呢 它只要你煮的时间够 它那个胶质都出来了 会黏黏的 会黏黏糊糊的 那这样子呢 它就更有润的作用 你越烧得久它就越能够润 那再加一点点冰糖 冰糖还是白色的 是 所有的白色的东西 对肺都有 都有关系 都能够补这个肺 因此呢 在平时的时候 都可以吃 那么其中的这个银耳呢 多煮一点时间 为什么 让它烂 对 让它稍微烂一点 是是是 越烂呢 就它的那个胶质越好 那么这整个的合起来 对于这个肺 尤其是预防感冒 非常地好 还有像是山药也是白色的 山药我们一般是补肾 或者是补皮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 对 好像很少这样补肺 对 它补肺是怎么样的 它并不是补肺 它是泄肺 泄肺是 因为它补肾 所以泄肺 那可是它又补皮 所以还可以补肺 另外这个花生也是白的 那是红皮吧 看起来 里面花生肉是吗 像这个皮还不算是红的 肺有它的一定的帮助 再来莲藕 莲藕在中药材里头用的时候 常常是用这个莲藕的这一个部分 叫莲藕结 莲藕结是凉的 它是凉肺 就是说你肺太有热的时候 例如流行病的时候 就是热的 或者说这个流鼻血 这也是就是血热了 那都可以使用这个莲藕的藕结来致病 可是整个莲藕呢 它也是白色的 好 又整个也是凉的 只是结的地方呢 特别凉 所以它可以织 另外呢 再来就是这个梨 梨实在是很好的一个 是咳嗽的一个好处方 梨它假如说拿来蒸的话呢 蒸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 就把梨从中间这样子剖开 剖开以后把里头的心 挖掉 用条根把它给挖掉 挖掉以后里面加一点冰糖 假如喜欢的话 也可以加一点点川贝 加一点点杏仁 那么它就可以化痰 那好 冰糖本身就已经可以化痰 有润的作用 然后再加上川贝啦 杏仁啦 就可以把糖给化得更好 那么这样子去拿去蒸 蒸个差不多四五十分钟 里头的冰糖也化了 那个梨也熟了 这样子吃那个梨和那个糖 对这个就是咳嗽 有很大的帮助 好像不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